5个原则 刚才我都讲了没有条件的 任何人来做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做 变成什么 变成它是一个没有纪律的行业 No discipline 谁都可以做 我真的不知道 明天谁会加入立委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的 有个很糟糕的人加入立委 有可能吗 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他没有discipline 所以我们更应该讲discipline 要不然就大乱了 我不怕没有人 我时常都讲了 我最不怕就是没有人 我第一场MDO在北海 就四个人 四个老人 其中一个我讲5分钟要睡觉了 不过今天讲到这里 还还没睡 所以在北爹是有效的 我骗你做什么 好了 从四个人开始 我不怕没有人的 就从这四个人开始 是不是 两个人 就从两个人开始 谁来 我们就珍惜谁 我们不要去管那些没来的 是不是 有些人他搞组织 他搞会议 他原本以为100人会来 结果来了50个 他整天在想那个50个没来的人 然后把这个气 发在那个50个来的人身上 神经病 对不对 莫名其妙 那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你不要去想他 对吧 你能控制就是 你现在珍惜这50个人 是不是 一个人都要珍惜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这个会场 今天MDO 来的只有三个人 我告诉你 这三个人一定100%成为非 可以吗 相信吗 真的我就会 Root到他们 是Holy goly 是不是啊 我一定会表现到 把几十万元的功力传给他们 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嘛 我们珍惜嘛 我们讲的比今天还好很多倍嘛 你一定要那个时候激发自己的嘛 对吧 把这个力量变成正面的力量 你不要埋怨申诉 我老为什么你们没有带人 不是说好的吗 你们不是brother来的吗 steady的吗 骂他们哦 神经病 对吧 珍惜他们 感谢他们的来临 对不对啊 那些人就更想来 越来越多人来肯定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不是人多就是对的 不是人多就是对 要看 什么人 对不对啊 所以不要给这种假象骗掉 不要给假象骗掉 如果你的组织应该有这样的人 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组织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突然间拖很多人出来 那个就有很多问题了 只像不是人多就赢的 你要相信我 不是人多就赢 是能够有基础的组织 能够控制的组织 那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啊 能够调动的兵队 能够调动的军队 那才是好的军队 是不是啊 那些牵着你的鼻子走的军队 是没有用的 是吧 好了 五个原则 就是因为他没有discipline 所以我们更要有discipline 那么人是最大的问题 这五个原则能够解决 所有人的问题 very important 那么one 消极不往下 就是消极的话 不要往下传 就是不要往你的组织讲 不要往你的下线讲 你不要跟我讲 这个人跟你几十年朋友 brother来的 底裤反来反去 换来换去穿的 消极的东西 不要往下 因为来到立威 它有另外一种关系 叫做上下线 消极的话不能往下传 明白 这是第一 第二 好主意要往上 什么好的主意 新的主意 你觉得很好的 主意 特别的主意 你跟人上线讨论一下 可以吗 有可能不是什么好的主意 有可能好的主意 也有可能 那么就以整个团队来做 是不是 但他独斗是不会赢的 现在战场上就是军队去打的 是不是 要行军作战 有什么好的主意 往上讨论 第三 螃蟹之间不要交叉 螃蟹螃蟹 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没有利益关系的 你不要合作啦 不用合作的 不用换电话的啦 不用啦 不要混线 一混线就造成别人的困扰 对不对 然后螃蟹螃蟹之间 不用一起去album 一起去sponsor人 一起去搞会议 不用 直接对上线了 可以吗 螃蟹之间不要交叉 第四 金钱 这间不要有纠纷 多少钱就多少钱 有时候我们在做胜利嘛 每个人都在做胜利 每个人都是link together的 所以有时候随先出钱随先出钱 对不对 多少钱就多少钱 甚至以前我们强调到 吃东西的时候 各自还各自的 对不对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讲说 上线赚多钱 上线还钱 是不是 你会有一天变上线啊是不是啊 不过利威还好 利威还好 利威有钱吗 是不是啊 我们从来没有讲说AA制的 因为为什么以前又有AA制 就是各自还各自的 on-dutch 对不对啊 为什么因为以前做不到钱 利威每个人抢还钱 对 是不是啊 对 真的 有时抢还钱到想骂的都有 我看住他眼睛臭臭这样你过 放手上我放手 手放下来 手放下来 然后看你比我有钱吗 比谁有钱啊 来还钱啊 过分的是不是啊 抢还钱 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文化 真的好的文化 是不是啊 我们要成为一个比较大方的人 是不是啊 有时朋友认识的 有时我们在讲NDO的时候 我们讲AA制 AA制 不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是不是啊 里面好像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 自己懂得分析嘛 对不对啊 我一发现到 我们做朋友不是这样 两个人出去喝咖啡 我来我来 总是很 一种礼貌嘛 对吧 不要说 因为Dr.Lin讲AA制的 各自还各自的 我讨厌嘛 是吗 我们要 做人要大方 对不对啊 我们当然不要说 不要说 哇 去叫那种大鱼大肉自己承担不了那种 对不对啊 耗面子那种 不是嘛 平常这样吃的还是喝的 我觉得OK嘛 还 对不对啊 请客我觉得OK啊 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要故意去让我们来酸造几千块几千块一个桌的 对不对啊 我觉得是OK的 你们觉得OK吗 不过金钱在那边不要有纠纷 不要有纠纷就是 做到生意的时候 讲到生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多少钱就讲多少钱 对不对啊 这个价钱 卖多少钱 我们就卖多少钱 他8888 我们就卖8888 如果你卖别的价钱 会不会有困扰 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对不对啊 不过这个就是职交一直会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职交里面有commission 当他有commission的存在 人家就会想 一个以做生意的角度的人就会想 这样我薄利多消 是不是啊 我不要赚这样多 我commission这样多是不是啊 你好坦 我不要赚这样多 我很聪明 我steady 我赚少一点点 不过我薄利多消 可以吗 死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动作不能复制啊 是不是啊 他自己在卖 他可以卖多久 他可以卖多少个 今天你一个人在厉害卖 你可以卖几个 我想问你 你可以卖几个 几个 5万个 5万个 你有不法卖5万个的话 我劝你卖8888 你会赚很多钱 不可能嘛 你不可能卖这么多个 一个人认识再多人 我给你卖30个 你就很厉害了 你个人卖30个 你就很厉害了 是不是啊 我觉得你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 卖到30个就是很多人拒绝你的 是不是啊 你已经累积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故事了 不需要的 你不需要这样做的 重点就是父子 不过老实讲了 你们不能够想象的到 公司会为了这件事情付出多大的代价来解决 然后公司会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 来 来使这个环境使这个市场是公平的 不然我问你 老实讲 你们仔细的在深一层在想 你觉得解决得完吗 我都已经讲了 这个行业是没有纪律的 明天谁会加入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 今天加入一个好像生意人 他以前用他的以前的观念 来做 离威的话 他就会想要薄利多桥 对不对啊 想要以为这样的人要抢到人家的市场 我觉得那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他第一他不能够卖多少 而且 第二他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老实讲 如果你被影响 那是你活该 为什么 因为去想你不能控制的事情 对不对啊 我问你这个问题存在 他存在你身上 存在别人的身上吗 他也存在在别人身上 不过别人造成功啊 为什么你不能够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被影响嘛 他照走嘛 人家跟我讲 哇市场很乱的 SP 很乱 不走了 为什么不走 全世界的人说 他卖便宜 全世界 你走出去外面 等一下 你走在街上 你看到一个人 你就问他 你有没有听过 Bertetai Pansu 你看到100人 你问100人 请问100人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吗 我跟你讲没有 你懂为什么吗 因为有的人都在这里 是吧 SP只有这边的人啊 SP多大吗 鸡蛋他跟我讲 两个人讲 市场很乱 他认为市场很乱 我认为市场没有人懂 这就是我跟你们的差别 是不是啊 这就是格局的差别 他受不了两个人的影响 他经不起两个人的影响 这负面的影响 他跟我讲市场很乱 谁讲市场乱 他咯 他讲咯 他们讲咯 他们是谁 他们啊 奇怪 不明白 不要说这个啦 我们讲说我们 其他的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 在新加坡那时候 出现一家Z公司 有没有 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他也刚刚开始出道 我卖鹿 他卖羊 是不是啊 他一下子黑大广告 啪 请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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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NSOR什么SPONSOR什么 出了很多钱 真的 我们就这样做 默默跟你 是不是啊 一年后两年后 老实讲 两年后他已经不够我们来了 两年后 他们的业绩不到我的百分之十 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还没讲完啦 傻的在后面 等一下 两年后 他的业绩不到我百分之十 他讲什么 这泰盘树的市场已经饱和了 他的业绩不到我百分之十 他说泰盘树市场 已经到了 那个时候我认为 我还没开始 结果三年后 我们倍增了 30倍 50倍后 我还觉得我还没开始 他们已经死了 是不是啊 没听说够了是不是啊 默默无闻了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他老板想 stagnant了 是不是 这就是格局 各位 我总认为还没有开始 所以他还没有开始 是不是啊 所以市场我们越来越渗透 是不是啊 真的我要问你 马来西亚开始了没有 我真的就巡回一圈才几千人了呀 马来西亚几千人了呀 还有几千万人各位 对吗 还有一万倍的市场还没有去呀 是吧 他跟我讲市场乱 笑死我是不是啊 是你的格局小 不是市场乱 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 打开眼睛 我们看 市场一大堆 我每次 奇怪 每个人跟我讲市场乱 以前我在做职销的时候 身边也是跟我讲市场乱 市场乱 我旁边跟我讲说 真乱 你看那个人 他妈明目瞻胆喔 在那个店外面放40% 奇怪我去找我的顾客 我找20个100个 没有一个人懂我的产品 从来没有人听过我的产品 我卖得很顺 为什么 他们会因为一个人连一张东西 而被影响 我真的不明白 从来做职销一直遇到这个问题 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不过我当然不再找借口 我告诉你 公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你 要解决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你不要去想你不能控制的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总觉得 白纸黑字永远解决不了自销的问题 你相信吗 他太多变化了 是不是 白纸黑字永远解决不了 因为人的变化太多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教育 所以我这次跑16场 动到所有的律违人 是不是 这是最好的 他已经大幅度的减低了这个问题 这是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跑嘛 所以接下来 你必须要把这个传承下去教育的 对不对 要不然永远都是存在的 而老实讲律违已经把这个问题 减少得很漂亮了 老实讲 真的 我们已经很感恩了 已经很感恩了 今天我们在直销业 马来西亚 我们来讲马来西亚 我们在马来西亚 跑动在直销业里面 认识这么多的直销人 通常他的评价是怎样 一家公司刚刚出来 当他业绩两三百千的时候 马币 两三百千的时候一个月 你懂他评价是什么 比了 爱保了 爱来了 懂吗 消价的问题一大堆 真的 你懂立非了 一个月多少吗 我三个月 五千万新币 你懂什么概念吗 五千万新币 五千万新币 马币多少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五百万 把一亿两千万拿走 马币还是第一名 是不是啊 但这五百万就压死人了 是不是啊 我们是一亿两千五百万 降的数目 才降了消价的问题 你跟我吵什么 是不是啊 你不要跟我讲市场乱 市场很干净 很没有东西 我总觉得是这样 是不是啊 老实讲谁在做那几个 我都懂了 给他占掉 老实讲 我不是怎么喜欢展人的 不过展了过后 可以交代一些东西 好了 感情不纠纷 这是男女之间有不正确 或者不正常的感情 不要有纠纷 不要有纠纷 别人老公 别人老婆 不要去动 是不是啊 这讲得很明 我讲得很明显 不过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那是不对的 是不是啊 尤其在组织里面更复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交错 错终复杂在里面 是不是啊 他就影响这个 影响这个 影响几个家庭 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眼看守不动 可以吗 看的时候也要留一下就好 你不要在那边 人家告你什么 知道吗 姓少老是不是啊 姓少老 所以我们留一下就算了 对吧 尤其你去的业高你要注意 是不是啊 不正常的东西我们 控制一下 可以控制得了吗 我知道很多都是赤不爹的 我知道 当然不是叫你说不可以有男女关系 不是喔 我又不是少林寺 是不是在这里 不过我们不正常的就不要 不要有纠纷 影响到别人的家庭的东西 对不对啊 这不要 我们鼓励的人 我们给的东西都是正面积极的 好的一方面 好不好 五个原则 这五个 不要去犯 你不要去怀疑他 是不是啊 你不要去质疑他 你不要去挑战他 因为浪费的时间最终最后是 你自己本身 你在浪费你自己本身的时间生命 何必呢 对不对啊 人生短短而已 没有什么时间了 我总认为我自己本身没时间了 这就是下一期的正常我第一句话 我没时间了 可能你们还有很多时间